台湾骨质疏松症在50岁以上人口中比例显著 女性的发生率更高 约每10位50岁以上女性当中 就有一位罹患骨质疏松症 而6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 骨质疏松症的比例预计到2025年 将达到约150万人 由于骨质疏松症在发病初期 通常无明显症状 直到出现骨折或骨骼疼痛时 才被发现 因此这种被称为无声疾病 对啊你看这个膝盖就有点退化 所以我刚刚帮你打了针 我去多热骨一下 这个膝盖你看这个腰 这个S光都在那里 那内侧软骨有点磨损掉 吴女士多年来饱受退化性关节炎脂苦 再加上又有骨质疏松问题 主宿身高越来越矮 腰椎经常酸痛 S光一照发现骨头有压迫性骨折情况 后面痛 脊椎痛 这里 后背 老师说很痛 痛了 腰搬起来 腰开始酸 开始痛 开始不舒服 那慢慢你每年去量一些身高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身高越来越来越 这时候都是骨质疏松那些真相 那另外有些人他可能走路的时候 慢慢开始越来越驼背 越来越驼背 这次也是这种骨质疏松常发生的一些问题 一旦诊断出来有骨质疏松 就尽快的用药 才不会错过黄金的时期 然而健保的规矩在于健保的脊肤条件 必须要有一节脊椎或是髋关节骨折才可以使用 所以一旦我们没有这样的骨折的情形 又需要用到治疗骨质疏松 我建议究竟到医院找医疗机构找医师来做一个讨论 治疗上面就需要先做简单的X框片检查 排除掉有没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状况 假设有需要的话需要手术的介入 把疼痛降到最低 那一旦有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状况 其实国家是有给付骨质疏松药物的部分 现在高龄化社会 那脊椎也是很常发生骨质疏松骨折的部位 那常常的话一些爷爷奶奶在家里的动作 一不小心 比如说万一要拿个重东西 甚至晒个衣服 或是不小心坐马桶没有坐好 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严重的疼痛 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是这个原本已经疏松的这个脊椎骨发生了骨折 纯骨本其实最好的年纪 其实是在35到40岁之前 因为这时候是骨密度的高峰 那在那之前如果你营养都够 日晒够 然后运动也够 主抗的运动也够 其实骨本就 你累积的骨本会比较多 那之后比较有本钱可以去慢慢流失这样 那你后续再做维持一些运动习惯 有一些主抗运动 当然可以减缓它的流失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随年龄增长 常见的骨骼疾病 主要特征为骨密度下降 骨骼脆弱容易发生骨折 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症具有遗传倾向 若家庭成员中有骨质疏松病史 罹患风险较高 另外生活习惯 像是吸烟 酗酒 咖啡因过量等习惯 会抑制骨骼新生 加速骨质流失 缺乏运动也会降低骨密度 事实上可透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 能维持健康生活方式 与适时进行骨密度检测 可以有效降低骨质疏松风险 骨质流失 尤其在女性也其实荷蒙 占着很大的因素 因为到四五十岁开始这个停经期 到了荷尔蒙开始流失掉 这骨质都慢慢流失掉了 脊椎的骨质疏松骨折 那它其实有的时候疼痛 也不见得非常剧烈 可是它的疼痛有可能会 有这个俗称转移痛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会从后背一直延伸到 甚至前方肚脐这些疼痛 都有时候是脊椎骨折 引起的这些转移痛 骨科医师提醒多晒太阳 另外从奶蛋鱼肉豆类 也可补充足够钙质与维生素D 经常保持运动 就能让骨质更健康 TVBS新闻 肖云强 焦汉文 陈卢环 陈又祥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